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鸡肉我们都卖到规定期 台湾原划的目前台湾最好吃的土鸡品种 除了在肉品的等级上下功夫外 分量也是超霸气的 店员切肉的手没有停过 一片一片摆成小山 光是看着就饱足感十足了 肉品 和牛吧 我觉得和牛是我最喜欢的 它算是我吃过这么多火锅里面 牛肉是我觉得最嫩的 对 很嫩的 朋友介绍来的 对 他们说翠关火锅的和牛 A5和牛很好吃 跟新鲜的海鲜 对 所以来品尝看看 海鲜我们不去卖所谓的 天哪儿啊 这种东西 因为虾仙其实就是活的最好吃的 那我们也花很多钱在建造这个活水族 让客人吃到是活海鲜 因为冻的跟活的海鲜 它口感是甜度都是完全不一样 坚持让顾客吃到朽期的食材 崔老板自创超澎湃的海鲜拼盘 让喜爱吃海鲜的顾客 可以大饱口服一致满足 有龙虾 有天使红虾 有蓝钻虾 有大草虾 五毒小草虾 有明虾 花虾 这些虾子的每一个口感跟甜度都不一样 然后它颜色也不一样 所以配起来会很壮观 所以我们才会产生霸气锅 垂关霸气锅就是在肉品跟海鲜 多把它摆得很霸气 连餐具都很霸气 此外 新鲜的食材 当然也不能少了可以增添美味的甘甜汤头 那我们汤头是用白甘蔗 还有鸡大谷 猪大谷 再加上洋葱 白萝卜 玉米 苹果 这些新鲜的食材下去熬 所以客人吃到的汤他会觉得 汤怎么这么甘甜 那其实原味就是甘甜 因为我是云林人 所以很多食材都是用我们云林 倒地的一些蔬果去熬的 甚至白甘蔗是我爸爸种的 有时候放假就回去跟他采甘蔗 然后自己载回来台北 所以很多人都笑我交车当火车在用 但是那个载的是父母亲的用心 将父母亲的用心化作甘甜顺口的汤头 每一口都喝得到满满的感动 就像崔老板对待员工与顾客的那份热忱 那么真挚 那么温暖 其实吹关火锅我强调员工就是 必须要做到服务有温度 然后我平常也期待他们做人要有相当的态度 那做事要有速度 客人需要服务你要有速度 让他觉得你是在乎他的 你是专程的为他服务 其实我把餐厅当成一个家在招待朋友的感觉在做 把客人当家里的客人一样来款待 所以有很多朋友都喜欢到餐厅里面 找我们聊天啊 吃吃饭 因为就是一个家的温度 崔老板说 用自己的信当作品牌名称 就是希望把品牌做好 有心经营 让客人吃得安心 吃得窝心 也吃得开心